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贵的不要不要的呀 还有一些糖分低 水分多 果肉甜脆的水果像莲雾 季节性又非常的强 只有西瓜还能算得上吃个大半年 夏天吃红的 秋天呢有小玉西瓜那是黄肉的西瓜 所以16岁那一年跟着父母来了漂亮过一次 哎呀嘛那个超市里堆满的苹果杏子 涛子栗子 真是亮瞎我的眼 于是六年后我就带着期盼背着书包再次来到漂亮过 超市里四季没啥变化的模样照样亮瞎我的眼 白茫茫的大冬天更是亮瞎眼 面对满地落叶不想扫的时候 我开始羡慕起那片四季如春的平级岛屿 市场上胡乱堆起来的水果 一年四季风景都不一样 各种花式炫耀的老天上饭吃 当然啊这也离不开政府长期对农产品的研发支持啊 以前是这样现在不知道 呃人民很勤奋啊这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天时地利人和这水果王国的名号还是可以担得起的 那下飞机该奔什么水果去呢 以前我不注意这些啊家里有什么吃什么 只知道西瓜是夏天才有卖 于是我就上网找了一些资料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台湾的土著水果加上外来定居的水果 现在能全年供应的当季水果真是多得吓人 市场上很难买到反季节的水果 所以大家畅开吃尽量吃 然后我就送上一张水果热量表 让大家边看边吃 还有一张升糖指数的表 我就不送了各位自己去查 我爱吃的水果都在高危区域 参考完热量表 咱们参考一下各个季度的水果 台湾是赴热带季风气候 1月和2月是寒流重点侵袭的月份 3月小雨稀里里下个不停也还是很冷 这段时间的琵琶世家和连雾呢比较多 尤其盛产顶级的连雾叫黑珍珠 连雾呢是减肥必备的水果 千万不要错过啦 另外有机会有条件的话呢 可以试试羊桃 就是Star fruit 它清费润喉 咱以前和唱团比赛前一个星期啊 老师都要求我们每天吃点羊桃 那我为什么说是有机会有条件呢 因为原始羊桃酸色味比较重 很多人可能都吃不惯 一般在家里我们都会用盐和糖拌一下 去除那个色味以后就很好吃了 4月的台湾呢 初夏已经拉开序幕 各种夏季水果闪亮登场 比如说我最爱的西瓜就开始啦 接着是香蕉 木瓜 荔枝 龙眼 芒果 番薯流 等等陆续登场 不过我话先说在前面啊 我说了这么多台湾的夏季水果那么一大堆 除了西瓜和番薯流 也就是俗称的芭蕾之外 其他的水果几乎都是减肥克星 别说我没告诉你啊 那为什么我喜欢吃西瓜呢 特别喜欢吃西瓜呢 原因就是七八月的台湾非常的闷热 尤其在台北盆地里面 出去一趟就跟进了个大蒸锅一样 所以这种时候啊 你埋着头吃西瓜就对了 台湾的西瓜不像这边Costco和Sams 买的一个那么陡大一个 一般就一个脑袋大小 所以你把它切一半 然后把脸埋进去吃 正好可以顶一餐 还有一个木瓜 说是可以风雄 可是我从小吃到大 太平公主依旧波澜不惊呀 还有番石六儿龙眼这些 普通水果吧 只要台风不太猛 满大街都是 但是再提醒一次啊 这些都是减肥克星啊 入秋以后呢 瓜狗类就少了 柑橘类一上市 柿子呢也重出江湖 我本人喜欢吃的水果呢 是不能带酸味的 所以冬天那些什么橘子鲁丁的 对我真没啥吸引力 一年容易嘛 水果王国准备要过年了 所以我贴一张这个水果 含两属性图 基本上我对食物姓韩还是姓张 我不太感兴趣 好吃最重要啦 谢谢大家 下期再见